Hello,大家好,我是三浦 今天我们继续讲一些关于香港司法案件 上一节我们也讲到邓兵强的事 也讲到快必,礼拜四 这宗煽动意图涉及煽动罪案件 就会是宣判的,大家密切关注 另外一宗案件不是四大案 是重要的721审讯 进入第23日了,林卓廷开始作供 有这宗案件涉及前立法会议员林卓廷 和另外六名飞白衣人 在721元朗站被袭击的事件 控告他们袭击人 然后他们被控一项暴动罪 最重可以判十年 去年11月23日 法官陈广池裁定七名被告暴动罪表证成立 全部人都需要作出答辩 即是说结论已经写在墙上 然后要他们逐一去说 死马当活马依都要去做 我只是身处换位私校 即是我是林卓廷或其他六名的无辜的市民 被人抓 被人告暴动罪都要去抗辩的 在这种情况下 案件就在今天3月5日 在区域法院做第23日的审讯 踏入辩方案情 第一名被告 首被告林卓廷 是以辩方证人身份作公 他公称 自己在元朗出世 辩方证人 证人 辩方证人 即是他不是以被告身份作公 即是法律上来说 被告是没有自证己罪的责任 doctrine against self-incrimination 他没有任何作公的义务 OK 但他是作为辩方证人身份作公 他是做证人去作公 OK 那么他并不是自辩 这个有分别 因为你做辩方证人的话 是证罪的问题 OK 你做自辩的就没有偽证罪的问题 因为你不是做证人 你自辩 不是证人 OK 所以这个有分别 那么 林卓廷是以辩方证人身份作公 他公称自己在元朗出世 在元朗向太太表白 而出任立法会议员期间应该服务全港 有关721的消息 林卓廷形容最初是水过鸭背 引述元朗区议员黄伟言说 乡头吹大计 但当日 营教关注在港岛区的游行情况 就是我身处其境的 在西环的很多人群的聚集 和有关的示威游行 林卓廷继续说 当日晚上看到一名男子 背部被打射满视藤条狠的相片 决定入元朗并致电邓姓警长 希望盯着警方 用公职身份 就是立法会议员的身份 向警队施压 又说 没有刻意要求警方保护 因西铁站相当安全 抵达后 听到黑社会打人 两手乘乘下车 这个就是当时的情况 代表第一名被告的 林卓廷的大律师 是黄錦娟 率先开始辩方案情 表示现阶段 有五名证人去作供 另外有八人以书面口供处理 林卓廷新着西装 以辩方证人身份作供 二年46岁的林卓廷 确认在中文大学 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 就是正正系毕业 2001年出任民主党研究主任 2008至2011年 是做廉政公署调查主任 之后回到民主党 做总干事 他公称自己元朗赛卖会诊所出世 由住在冯吉乡的祖母照顾 童年在元朗区读书 五六岁的时候搬去屯门 黄錦娟问 林卓廷是不是和太太在元朗认识 林卓廷说 我们中学认识 和她表白就在元朗 公众间文言发笑 法官陈广池说 林卓廷回复跳得太快 他说相信你不是一见忠诚 一来就表白的嘛 林卓廷就说 太太是喜欢坐在我身边的女同学 中室考院A level表白 黄錦娟再问何时结婚 林卓廷迟疑 哇这个 公众值再度发笑 林卓廷就说应该是2002年 现时两个人有一子一女 分别就是19岁和17岁 我见过的 就是他们一家人我也见过 他的子女都很高的 整个家人都很高的 所以我觉得是 就是相当 有温情的一个家人 可能他们现在家人都不在香港 所以他就可以继续好好这样自由生活 但我也知道大家都盼望 阿廷能够尽快获释 阿廷再次确认 一年获选为北区上水石湖区选区的区议员 第二年当选立法会新界东议员 任内成为保安事务委员会的委员 民主党保安政策副发言人 在2021年辞任这两个职位 就如何理解职责范围 林卓廷解释 她的区议员服务选区是石湖区 因为常会接受市民求助投诉 关注大厦管理 水货 环境卫生交通这些问题 又说自己是北区区议会的议员 即使非石湖区的市民找她 都会尽量帮忙 而立法会议员的职责方面 林卓廷说根据《基本法》规定 监察政府施政 提出质询、审议政府撥款等等 她在主问中提到整个政府都是监察范围 民主党七名议员各负责不同范畴 她比较专注在交通运输 反围标公平竞争、保安事务和发展方面的政策 其中保安事务包括监察香港所有治安 公共秩序、纪律部门工作 她说立法会议员服务对着是全香港 例如自己曾成立全港业主反贪负反围标大亂盟 曾和时任元朗区区议员王伟賢合作 处理元朗基地一栋公下的工程糾纷 当便问及2019年的情况 林卓廷说是会和政府反映民意 希望局势不要恶化 但惠幸做到的不多 工作上只要求政府考虑市民意见 下至上至要求政府考虑市民意见 下至维持有限秩序 都希望达至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则 这就是民主党被叫和理非的原因 王錦娟问林卓廷可否举例 显示自己在场 令冲突情况缓和呢 法官陈广池打断 关注回答有机会 在某人立场以为是帮助 但也有可能变参与 向林卓廷作警戒 即是说到这个法官打断 即是说这么关键的一个问题 这些打断王錦娟大撞的法文 这个可可见 这个不是一个正常的审判 这是一场戏 那么陈广池就向林卓廷做警戒 提醒阿廷 在有选权的情况下 可以不回答问题 林卓廷表示明白 他提到 在七一示威者冲击立法会当日 自己和几位议员一起 阻止示威者用铁龙车撞击玻璃大门 当时街工梁耀宗等等人 还有张超雄 其实还有阿廷 都一起阻止示威者用铁龙车撞击玻璃大门 他说自己更一度跪在示威者面前阻止 当下的气氛变得相对缓和 但他们最后被示威者拉开 没力阻挡下去 这是事实 因为有视频都看出这些事情 当然 当时他说这些人交铁和你飞 当然是这样的看 但现在事后看阿廷付出了很多心血 在其他事上 我们觉得他是被害人 也沒有必要在地方重提這件事策略上的分歧 辯方之後就問到林卓廷 在721事件發生前 曾經有沒有接收相關訊息和如何處理 林卓廷說有聽過網上訊息 類似在元朗穿黑色衣服招呼他 也有印象有支持政府人士舉辦過集會 但他指出當時社會過激的言論返藍 有些是去到殺人、詐毀公共設施 因此瞇瞎眼,水過鴨背就算 並沒有將有關元朗訊息放在心上 林卓廷繼續說 721當日民陣在港島區八遊行 示威者打算遊行結束後到中聯版抗議 當時全城都關注這件事,包括我在內,我也有參與其中 自己也擔心晚上中聯版抗議活動會否變成激烈衝擊 他在當日下午就開始收到元朗的訊息 留意到照片有大扎的藤條 還有一扎扎人都是穿白衣 開始擔心元朗有事件發生了 於是致念黃偉賢查詢 因為他是最資深區議員,人脈深厚 兩人已經認識20年,值得信賴 林卓廷引述黃偉賢在電話中說 鄉頭吹大雞有劇本的 不是穿黑衣服就打 但如果你穿黑衣,挑釁他 他就騰跳Feed你兩下 林卓廷向黃偉賢表示 警方都知道這個吹大雞,又說會看著的了 林卓廷指,當時有些擔心 但當時姿態衝突並不罕見 暴力程度被藤條Feed兩下嚴重很多的都有的 但看不到即時有什麼可以做 認為論迫切一定是中聯反示威比較迫切 阿廷說當日遊行和街站結束之後 和民主黨社區主任閃卓南、郭朗峰 立法會議辦的總幹事莊榮輝一起晚飯 大約晚上8點多準備回家 說當時元朗沒有什麼突破性消息 一直完全沒有進入元朗店頭 當時他和閃卓南、莊榮輝 在灣仔3站上車 但在坐地鐵的時候 個心就覺得 硬是不是安穩 說當晚社會形勢不穩 元朗我硬是覺得可能會有事 因此就與同行兩人 商量先到美孚站等候 當當晚9點28分 林卓廷在Facebook發帖文 說回元朗的朋友 無請小心 懷疑黑社會已經部署 請保護好自己和身邊的朋友 辯方問到發帖的原因 林卓廷就說有行結束之後 不少市民會返回國區 而他記得黃偉賢提過 穿黑色衣的人 如果和他 即白色衣 吵架可能會被打 認為市民返回元朗 存在風險 身旺有人 未必好像我這樣收到這個訊息 我就寫出來 他形容自己是嘗試敲第一個警號 他繼續說 到達美孚站之後 在網上看到 有一名男士 背部被打 甚至本是藤條狠狠的照片 覺得出事了 即是不是黃偉賢跟我說 那藤條Facebook兩下 是唯偶獨打 他說擔心情況會惡化 因此 隨即 致電當時出任保安局局長政治助理 劉富生的手提電話 但 劉富生沒有接聽 他之後再跟黃偉賢通電話表示 不是下午你跟我這樣說Feed兩下 開始出事 阿廷引述黃偉賢說 是會幫忙了解 並說 將警方的聯絡電話 傳給林卓廷 黃偉賢又提到 有來自屯門的黑社會 落去元朗 這個時候證實是有這樣的情況 阿廷當時會議是 會入元朗 看著要警方盡快執法 趕快驅散黑社會 當時他還很 用common sense去思考這個問題 說黃偉賢在外趕不及回元朗 騰提醒他小心點 不要出西鐵站 林卓廷確認 當晚10點15分收到黃偉賢消息之後 發布第二個鐵文 表示收到可靠消息 說元朗華爾黑社會部分來自團媒 叫大家小心 在收到黃偉賢轉發的元朗 警區警民關係組鄧勝警長電話之後 即向他致電 阿廷公稱自己的語氣有些不客氣 向警長批評警方 白衣人由黃昏到現在一直結集 都拒不拒散黑社會 要求警方要好做事 林卓廷就說向警長表示正前往元朗 監視警方 給他們壓力是真的要做事的 鄧勝警長作為控方證人作工時 曾經勸林卓廷千萬不要到元朗站 因為來到令事件更混亂和火上加油 又說 阿廷回應 我不用你們保護 林卓廷否認說過有關的言論 即這些言論是鄧勝警長自己生安白做 阿廷繼續說 沒有向警長透露自己 你將會前往哪個西鐵站 阿廷說 我擔心我去元朗站 他只是派人去元朗站 那麼 林卓廷說當時只希望利用公職身份向警隊施壓 盡快處理驅散黑社會集結 事實上我作為市民想保護市民 包括我自己 辯方問為何立法會議員身份會令警方做事迅速 林卓廷回答說立法會議員 在憲制有角色監察政府 也都是民意代表和公職人員 如果一個履行公職人員 敢被人襲擊是很大件事 那是有一些道理的 但是在港共的 就是 盡小底下就很難 就是 做了 我們知道這條 交的說法 但是 文明社會的完全講得通 三權分立的完全講得通 但是香港偏偏不是 阿廷作公時提到6月時曾經的金鐘天橋被親政府人士包圍 即包圍攻擊 需要警察互送 那麼法官陳廣辭問到阿廷經過了6月的 不好經歷 721當日有沒有刻意向警長要求保護呢 阿廷說沒有 說自己人自己去入到元朗並非打算接觸黑社會或者白衣人 我打算在西鐵站 不出去應該安全了 又說在721之前 西鐵站、港鐵站是相當安全的地方 所以他完全沒有 夜起事端和故意 他只希望監督 有時他立刻在現場做支援 亦勸喻警察 監督 不要給黑社會做支 鄧勝警長通過電話之後 林卓廷和閃卓南和莊明輝 由美夫站前往元朗站 被問到是不是留意到車廂內乘客的打扮 林卓廷說沒有看到有人戴頭盔 口罩 我都不覺得 又說穿著黑色衣的人士 也是存在的 但認為當時民陣遊行 一般呼籲參加者穿黑衣 我不能夠單憑他黑色衣 判斷是不是遊行員回屯門 或者元朗市民 這是很正確 而且正常的律嘴述 他也確認 當晚10點41分 在Facebook 是以打擊元朗黑份子為提發文 說已經聯絡到元朗警方 自己和同事正前往元朗 說明自己已經做了事 以及警示 年輕人小心安全 林卓廷繼續抵達元朗站之後 一開門就聽到有人打叫 類似 下面打人呀 黑社會打人呀 按上黑字眼 那我就立即下車 他強調自己當時 兩手拼拼 背囊都沒有 再說多次 兩手拼拼 沒有武器 背囊都沒有 那何來說 搞暴動呢 一些控制暴動 簡直不知所為 你沒有一個 暴動的控罪元素 按照這個公安條例的寫法 就是 參與一個非法集結 加破壞社會安令 兩樣東西不只要客觀有存在 還要主觀有這樣的意圖 我問你 你怎樣證明他有意圖 一人 你知要知要這麼多人 OK 隨便攬炒 屈一個人 屈一個人有意圖 全部都算是暴動 假設不知所謂 還要表面正攻成立 我即是覺得 已經去到一個荒謬的地方 OK 案件都沒有審 這個就是第一天 說林卓廷 案件明天會繼續 辯方預料將會完成 主問 OK 我們看回明天會有什麼情況 上面的報導 就是雜誌寫的報導 很感謝 香港記者 依然不辭勞苦 去為 我們做那麼多那麼多的事 這個是很難得的一件事 亦都是希望大家能夠 繼續努力去為這個 香港做多一點事 這個是我們很堅持的事 我們知道他們為公義的迫白 而入獄 入獄的不知47人案的原因 阿廷還因為 這宗721的案件繼續這樣被人前逗 不認罪 要做抗辯 做辯方證人 去講出上述的證供 我都希望 我看上去全部清心直說 跟柳俊江在過世之前 他寫的《元朗黑夜》的情節 是一致的 而同時 我都看到 阿廷 在監獄裏面相當堅強 相當堅強 很多事情 都是 能夠堅持 自己做人的尊嚴 我覺得這一點是相當難得 他變成了 這個政權的 眼中釘 這件事是想釘死他 接著 結論已經寫在牆上 一堆白衣人 捉了幾個 放走幾個 放走一大堆 捉了幾個人 判下隱疑 交下差 制下旗 接著在 抗爭者的部分也要捉幾個人 兩面抖一抖 就說 這只是兩幫人的衝突事件 所以他最終定勝721 這件事 是一個叫做 兩幫人打群架 無事無非 無事無惡 無私無厚 不說這些 不說真假是 惡是非 對錯 先後次罪 全部老屈的 所以他結論 我覺得 他會不會打贏 你看看官司 我覺得他盡力去做 死馬當活馬醫 盡力去做 但 客觀來說 我覺得 他打贏的機會 不高 但我是他 我都好像他這樣 清心直說 這個留給他自己 他的家人 他認識的所有人 現場牽涉這個案件的所有人 以及全香港人 全香港中國人 全台灣人 全世界所有人 一個基本的 見證 witnessing 一件這樣的事 即使你陳廣池 法官不斷打斷一些東西 關鍵的話你特意將這個錯斷 但 我相信聽了這個錯誤是相當清楚 OK 任何一個文明的 法治的 法庭 是不會判決他有罪 為甚麼我花很多時間講這些司法案件 因為這件事重要 流量一定不高 但是都要做 這個是 我心之所是 亦都是我自己想清心直說的 希望我這種心情可以和一些知音人 分享到 好 我們下次再講其他議題 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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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